你如果要是想出国的话 将来想出国去读研 关键是看三方面 一要看一下你的院校档次 你的本科院校档次 这是第一要看的 然后第二要看的是什么呢 你的本科比较平均计点 平均计点就相当于你的 这个本科阶段的成绩 因为大学的时候 它是给你算计点的 每个学校算计点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你孩子上了大学以后 不要觉得说 哎呀我把孩子送进大学了 我所有的事都可以轻松了 这怎么怎么样的 因为将来这孩子找不到工作 他找谁呀 他不找我他找你啊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呢 你在上大学以后的话 一定要看一下 这个学校基点是怎么算的 这个学校转专业是怎么转的 如果说你的专业不是很理想的话 你转专业是怎么转的 这个一定要去看一下 第三个呢 就是你的外语能力 前两点会更加重要一些 如果说你大学期间 院校档次不高 你基点很高 你在申请出国读研的时候 你的院校档次 也不一定能高到哪里去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 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 张雪峰老师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我哦